Sumnite Text 3 建議安裝的外掛 那我們一樣點選右手邊這一個圖示 如果你要看看 Sumnite Text 有哪些好用的外掛 你可以點選第二個連結 這裡它會列出一些 Sumnite Text 經常 我們會去安裝的一些好用的外掛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你要對Sumnite Text的操作 有一些快速鍵的查詢 那麼你可以點第三個連結 像裡面Ctrl-Enter 可以做什麼Ctrl-X 或者是Ctrl-P 可以做哪些功能 這些快速鍵你都可以來查詢看看 那Sumnite Text 我們最建議安裝的一個外掛 就是Package Control 那這個一定要裝 那你點選右手邊這一個連結 因為我們現在安裝的Sumnite Text是第三版 那所以呢我們要切換3這一個 不是2 然後呢我們把這些字呢把它反白複製起來 先給大家看一下 Preference 底下是沒有Package Control的 到這邊而已 那我們呢 可以在這個 View View底下有一個叫 Show Console View的Show Console 這個地方它會把Console秀出來 把我們剛剛所複製的程式碼把它貼進來 然後再按鍵盤的Enter 好 那這個時候呢它就告訴我們 它已經安裝完畢了 Package Control已經安裝完畢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 有Package Control這個選項 好 那現在我要幫各位示範一下 我們如何去安裝一個外掛 像BootStripe第三版這個外掛 蠻好用的 大家可以來安裝這個外掛 好 那安裝這個外掛要怎麼安裝呢 一樣呢 我們進到這個Sumnite Text裡面 然後呢 因為我們在Preference 剛剛有安裝一個外掛叫做 Package Control 我們就可以利用它來安裝各式各樣的這個外掛 好 那我們選 Install 安裝Package Install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輸入關鍵字 好 等它畫面出來 好 我們叫VS3 好 第一筆 這個BootStripe3 的這個外掛呢 它是 Sumnite Text的第二版跟第三版 我們就選這一個 你把它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底下這個地方 好 底下這個地方就開始安裝 它現在安裝完畢 它已經告訴你 它已經安裝好了 好 那 這個外掛到底有什麼好用呢 大家可以從它的官方網站去查詢一下 它有一些快速鍵 像如果說我們要一個HTML的樣板 好 那我們可以把這一串字呢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之後呢 好 假設我把這一個呢 把它刪掉 然後我們把剛剛的程式碼把它貼上去 那接著我們按鍵盤上面的這個叫做Tab鍵 Tab鍵是這一個嘛 這叫Tab鍵 好 按一下Tab鍵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好 我再看一遍啊 我們只要把這一串字呢 按個Tab鍵 那麼呢 它就把一些HTML file的這個基本的樣板就幫我寫好了 那我們同樣的也可以再來看一下它有沒有其他的這個樣板 例如說它要有一個Tab鍵 有一個表格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表格的這個指令把它複製起來 好 那我們把它貼到這個地方來 好 貼上去 然後記得按Tab鍵喔 Tab 你看這個表格呢 它就幫我們自動產生了 這個外掛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 好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個Tab鍵 Sumdine Text3的這個外掛 請記得一定要安裝Package Control這一個 然後再利用這個外掛呢 再去安裝其他的好用的外掛進來 好 那如果說你對於有一些外掛呢 你可以把Package Control把它打開來 你可以透過它Install來安裝 你也可以透過它叫Remove把它移除掉 好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好 像我們現在有安裝兩個對不對 你只要按這個按下去它就幫你移除掉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OK OK